南投立委补选倒数五天了 面对先前民进党中央每日一报批评林明珍 国民党中央今天在开记者会 直指蔡培会如果选输也可能更上层楼 可能会接任农委会主委 因为深陷弹风暴的陈吉仲自己都说随时准备离开 而蔡培会跟陈吉仲都是农镇出身 对此蔡培会也反击选出会做事的人才是关键 除了空战交火 在陆战方面蓝绿也都利用了廉价冲刺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连续三天帮蔡培会站台 跑遍南投败票 看到赖清德来支持者超嗨 摇旗呐喊 接下党主席后首站赖清德连架南投跑透透 连三天替蔡培会站台 戴首飘 戴妙展现亲和力 陆空站蓝绿都请全党之力 回忆民进党先前每日一报攻势 蓝一再出招 酸菜培会 无心南投 选输还有别的出路 现在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啦 农委会主委 而现在成绩中深陷缺淡危机 敢不敢公开宣示 不接农委会主委 国民党千万不要再去讲选输了 有官当 重点是有没有人为南投好好做事 林明珍当过立委 林明珍当过县长 我们南投没有大型医院 战场从地方阔籍党中央 绿运反击 林明珍和上个月刚补选上立委的王宏威 都靠选举养家 我们两个人是政治诈骗兄妹党 王宏威还没就任议员就投入立委的补选 爽赚人民选举补助款250万 林明珍为了帮儿子卡位 也投入立委补选 爽赚人民补助款1500万 准备明天我就会去告民进党 我还会告赖清德 你们想要用抹黑的方式赢得选举 一鹤 感谢 黄敏惠市长来了 点假第三天 林明珍也有大咖家义市长黄敏惠 来应援选战最后关头 蓝绿地方中央炮火四射 讲配李明洪再入成台北南投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い